大家好,我是大刘 今天花了15块钱买了一块五花 来做好吃的香酥五花肉 麻辣酥脆 咬一口出个吊炸 非常的好吃 首先将五花肉切成大片 片斤量厚一点 大概半公分左右 切好后加盐 五香粉 料酒 生抽 以及洋葱 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 腌制入味后 减做香料 再打入一个鸡蛋 这样做出来才会更酥脆 抓拌均匀 加上一大勺玉米淀粉 再次抓匀后 五层油温一片一片的下锅 炸五花肉越炸油越多 不用担心弹回油 在五花肉全部浮起后 放入一把大蒜子增加蒜香味 就这样中火炸个两三分钟 炸到大蒜子明显变黄 五花肉也就炸好了 然后升高油温复炸 这是五花肉吃起来酥脆的关键 复炸时间不要太长 最多半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 稍微放凉后就会变得特别的酥脆 再来点烧口蘸料 白芝麻 葱花 翻拌几下后美味起成 酥脆入味一点也不油腻 吃起来酥的吊渣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更多美食请关注我 每天都是家里的味道 每天都是家里的味道